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啊 只是我们自己对神的公义还是没有真实的认识 是 还有啊 神允许教会里出现敌基督甲带领 这里面都有神的美意 更有神的智慧 只要我们寻求真理就能看到神的公义 那我谈谈自己的经历吧 2012年9月份的时候 我负责教会工作时 认识了带领严卓 随后呢 我就发现啊 他让弟兄姊妹挨家挨户去给人传福音 那这严重违背了神家传福音的原则 于是啊 我就和佩大跟他说 传福音咱们必须得按照神家规定的 五传五不传的原则 你现在这样做啊 不符合原则 是 还有啊 万一传进来一些不信派恶人 那还会打岔搅扰神家工作 况且啊 这种传福音的方式也挺危险的 如果有人打电话报警呢 那不等于是把弟兄姊妹往虎口里送吗 确实是 可是他啊 不但不听 还说我们太守规条了 接下来在聚会中啊 他也常常指责我和佩大 说我们是在拦阻打岔神家的福音工作 是我和佩大心里都挺受挟制的 他怎么能这样呢 是 到了十二月份的时候 我所在地区的弟兄姊妹 就按照严卓说的方式传福音 结果呢 就被警察抓走了上百人 这么多啊 给神家工作造成了这么大的打岔搅扰 可严卓却并没有一点懊悔 我也从来没有看到他 对自己的狂妄自大任意妄为 有过深刻的解剖和反省 到了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份的时候 我负责教会的视频工作 那个时候啊 我看到他还是凭着狂妄性情 我心我素 随意指责打压 定罪跟他意见不合的弟兄姊妹 还有一次扣押弟兄姊妹啊 上交给神家审核的视频 导致弟兄姊妹不能及时地得到 神家的指定和帮助 这期间呢 我也跟他指出过他本分中不合适的地方 也跟他提过一些建议 可他跟以前还是一样 不但不听 还说我呀太恐慌自恃了 到了二零一四年五月份的时候 他就把我撤换打发回家了 回家后啊 一天我无意中就看了一些 分辨敌基督假带领这方面的原则 我在对照 言出一贯的表现 这是我在看到 他的本性特别狂妄自大 心理恶毒 这尽本分 也是一贯的任意妄为 独断专行 丝毫不接受真理 不接受弟兄姊妹的建议 还能打压人定罪人 他这些表现 不就是厌烦真理 仇恨真理的敌基督吗 是 当我看到这些表现的时候 我其实也挺触目惊心的 因为在和他接触的 这两年时间里 我也看到他这些表现和做法 但我只是当成了败坏流露 并没有根据神话去 解剖他的本性实质 和守走的道路 所以平时接触的时候 就是一个劲的包装忍耐 结果呢 就耽误影响了神家工作 那时我就想 如果严卓再继续做带领 肯定会给神家工作 带来更大的打扎搅扰 那我得把他的问题 反映给神家 于是我就向神做了个祷告 就写了一封检举信 信到最后 我还附带了另外一件事 因为我当时了解到 一个视频有一些问题 我就想请神家 来调查核实一下 可是 当我把信写完 真准备发走的时候 我就有些犹豫了 我心想 这之前我也给他提过一些建议 也指出过 他工作中不合适的地方 可不但被落个好 现在还把我打发回家 连本片都进不上了 那我要是再写信 检掘他的问题 万一这封信被他看到了 他再给我刻一个 工具带领工人的帽子 那我还有好吗 还是算了吧 既然自己已经落到这个地步了 就别再给这个麻烦了 可我又转念想想啊 今天是神的带领 才让我看到严佐 所走的就是敌基督道路 如果我不反映他的问题 那耽误影响的 还是神家的工作 坑害的是弟兄姊妹啊 那我不就成了撒旦的帮凶 成了一个作恶的人了吗 当时啊 我心里一直都很纠结 这一边是神家的利益 是弟兄姊妹的利益 这一边呢 又是自己的前途命运 当时啊 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那几天啊 我也常常来到神的面前 向神祷告 求神指引我当心的路 过后我就看到一段神的话 那我读一下 好 你得有心智 有勇气被成全 不要总是认为自己不行 真理还能偏带人吗 真理还能有意与人作对吗 你追求真理 真理还能把你压倒吗 因为正义而战你 正义还会把你打倒吗 你真有心智追求生命 生命还能回避你吗 你没有真理 并不是真理不搭理你 而是你远离真理 你不能为正义而战立 并不是正义出了差 而是你认为正义歪曲了事实 你追求多年 没得到生命 并不是生命对你不讲良性 而是你对生命不讲良性 是你驱逐生命 你活在光中 没能得着光 并不是光没能将你照亮 而是你根本没留意光的存在 光便悄悄地离开了 你不追求 只能说你是个不值钱的见火 是你没有生活的勇气 你没有反抗黑暗势力的精神 你太懦弱 不能摆脱撒旦势力的围攻 就愿意这样平平安安地过一生 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 你追求被征服 这是你该做到的 是你应尽的义务 你若满足于被征服 那你就是屈辱光的存在了 你得为真理而受苦 为真理而献身 为真理而忍受屈辱 为得着更多更多的真理 而忍受更多更多的苦难 这是你该做到的 阿们 看了这段神的话 给了我信心和力量 是啊 我不能被这黑暗室的丫头 这以往 我对严重没有分辨 如今神摆设环境 让我对祂的本性实质 和所走的道路有了分辨 那我就应该站起来检举揭发 可我为了自己的前途命运 就采取世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撒旦哲学对待 就看到自己太自私卑鄙 没有一点良心理智 想到自己啊 心神也这么多年了 也吃喝享受着 神这么多话语的交官公义 可我在这关键时刻 却魅着自己的良心 维护个人的利益 只神家利益不顾 这不就是一个 忘恩负义的卑鄙小人吗 认识到这儿啊 我就想 我得做一个 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 得实行真理 维护神家的工作 随后 我又来到神面前多次祷告 最终我立定心志 不管这封检举信 会给自己带来啥后果 我也不能为了维护个人的利益 而充当撒旦的帮凶 我既然看到他身上有问题 那我就应该 站起来检举揭发其恶心 维护神家工作 随后 我就把检举信 扒给了神家 新发走后 我如实重负 这心里也格外的踏实平安 感谢 之后 我就天天盼着 神家能早一点安排人 来调查了解严卓的情况 我也盼着这敌击度 能早一点被弟兄姊妹 分辨弃绝 那后来呢 是啊 后来啊 可一旧应着这封检举信啊 我的触景就更糟糕了 2014年8月份啊 在我的要求下 我又重新精上了本分 可在10月中旬的一天啊 带领李某就来到我住的接待家 他表情很严肃地问我 他说 你是不是写过一封检举信啊 我说是 他就板正脸跟我说 严卓负责教会工作 我经常跟他在一起接触 都没有看到 也没有听说过 他有假带领 敌基督这方面表现 你写检举信 就是在随意指着带领工人 当时我听到他这话 我感到很不可思议啊 我没想到 我等了四个月 居然等了这么个结果 但是啊 不管他咋说 我心事坦然的 因为我是根据事实 根据原则去分辨后 才写信检举严着的 并不是随意定性 宅政陷害 然后李某又说 就因为你写的 这封检举信后面 涉及到核查视频的事 导致神家 多花了两个月时间 去调查核事 这种性质 就是在严重打岔 神家工作 触犯了神的性情 还说 这是上面带领说的 哎呀 当时李某的这番话 让我感到很震惊 我万万没想到 我写的这封检举信 居然严重地打岔了 神家工作 触犯了神的性情 那如果事情真要他说了这样 那我的恶性可太大了 当时啊 我整个人都贪然了下来 眼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流 接下来李某又说 你现在啊 马上收拾东西 回家反省 啥时候反省好了 啥时候再出来尽本分 当时 我坐在回家的车上啊 这头也是昏昏沉沉的 心里就像压了 好大一块石头 没想到啊 自己兴神这么多年 竟然成了一个 严重打岔神家工作 成了一个作恶的人 那时啊 我完全活在了 自责懊悔中 也不知道自己 将来要面临些什么 我就赶尽呼求神 求神保守我的心 不管神咋对我 我也愿意顺服神的 百步安排 绝不以口犯罪埋怨神 是 感谢神 祷告后 我的心也渐渐安静了下来 回到家三天后 我就回想着 李某当时说的话 就产生了一些疑问 神家是基督掌权 真理掌权 神家做任何事 包括处理人 都是有原则的 绝不会根据人 一时一世的表现 来对待人 那他们这样对待我 又是根据啥原则呢 那李某说的这些话 到底是不是处实呢 当时啊 我想了一些 也想不明白 但我知道 不管事情的真相是啥 这一切都有神的许可 我得顺服神的摆布安排 没过多久啊 教会带领就安排我到B组去聚会了 又过了大概一个多月时间吧 又安排我和母亲在家里聚会 不让我们出去进本分了 这是我知道啊 这是我要把我们隔离了 想想自己啊 心神到现在 不仅被打发到B组 还被隔离在家 现在连本分也进不上的时候 心里就特别的气能难受 那个时候 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梦到 跟弟兄姊妹在一起进本分的画面 就醒来之后啊 就再也睡不着 就感觉每天晚上 都是那么的漫长 那么的难熬 在那样的环境里啊 我母亲也跟着我一起受煎熬 特别是当我晚上听到她 哭泣地祷告声的时候 我心里啊 就感觉到特别的自责难受 我觉得是我连累了她 反正那段时间吧 可以说 是我心神以来 最痛苦最难熬的时候 那个时候 除了相声不住的祷告 没有别的办法 可以止住内心的痛苦 后来 我就问教会的代理 我说 我还能不能出去进本分啊 她说 你还想出去进本分 你再不老是反省自己啊 接下来就是被开除了 当我听到她说这话的时候 我心里就感觉到特别的绝望 我知道 今本分对我来说 已经是幻想了 随后 但你每周也来我家聚会 其实啊 就是来打听我的情况 看看我有没有散布消极 拉崩结火 所以我每次面对他们 这样的打听和询问的时候 我心里就特别的压抑 我有时候很想问他们 你们为啥要这样对我 我是根据原则分辨后 才写信检据严着的 你们不去调查核实 还把我打发到鼻祖 隔离在家 难道我这样实行真理有错吗 当时啊 反正心里就很痛苦 有时候我也常常想 为啥我实行真理 会是这样的结果呢 我相信神是公义的 但在现实的环境里 我又看不到神的公义 我心里就很困惑 那时我只是守住 最后的底线 不能以口犯罪埋怨神 我也常常来到神的面前 向神祷告 求神带领我 能让我明白神的心意 在这个环境中 不去误解神 就在我最痛苦 最难熬的那段时间里 我看到两段神的话 那我读一下 好 人到底怎么认识 怎么领会神的公义心情 一人蒙神祝福 恶人遭神咒诅 这就是神的公义 这对不对 有这么一句话 神赏赐善 惩罚恶 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 这话对吧 但是现在有这样的事 敬拜神的人反而遭击杀 或者被神咒诅 或者神就从来不祝福他 不搭理他 再敬拜神也不搭理他 恶人 神也没有祝福他 也没有惩罚他 但是他却家产万贯 儿女众多 而且一切都横通 一切都顺利 这是不是神的公义 有人就说 神也不公义啊 我们敬拜他 却没有从他得着祝福 不敬拜他 还抵挡他的恶人 反而一切都比我们好 比我们高 神不公义 在这世上 你们看见什么了 刚才我举了两个例子 哪个说明神公义 有人说 都是神的公义 为什么这样说 人对神性情的认识 都有误差 人的认识 都是在人的思维观点里 在买卖交易观点里 或者在善恶观点 对错观点 逻辑观点里 带着这些观点认识神 没法跟神相合 对神还得抵挡 还得发怨言 神该做什么 就做什么 神的性情是公义的 公义并不是公平合理 一分为二 按劳分配 你干多少活 给你多少钱 按你所付出的 得着该得的 这不是公义 假如约伯 为神做完见证 神把他灭了 神也是公义的 为什么说 这是公义的 在人看 和人观念 人说神公义 这很容易 如果在人看 不和人观念 人理解不了的是 人能说出神公义 那就费很大劲了 神的实质就是公义 神做事 人不容易认识 但神所做的 都是公义 只不过 人不认识 神把彼得 交给撒旦 彼得怎么说的 你做的事 人测不透 但都有你的美意 都有公义在其中 我怎能 不为你的智慧作为 而发出赞美呢 现在应该看见 神就是不灭撒旦 让人类看看 撒旦是怎样败坏人的 神怎样拯救人 到了最终 因着人被撒旦 所败坏的程度 人看见了撒旦 败坏人的罪和滔天 神把他灭了 让人看见神公义 有神的性情在里面 神做的每一件事 都公义 虽然人发现不了 但你不该随意论断 你看为不合理 或有观念的事 就说神不公义 这是最美理智的做法 你看彼得 对有些事测不透 但他肯定 这里有神的智慧在其中 都有神的美意 人不能都测透 人能测透的事太少了 所以说 认识神的性情 真是不容易的事 阿们 神的这些话 就如同黑暗中的一盏明灯 使我的心一下就亮堂了 我之所以看不到神的公义 就是因为我凭着 自己的观念想象 来认识神的公义 我就认为 我看到这些 敌基督假带领 打岔脚要神家工作 那我客观如实地 反映到这些问题 这是善行 义举 那就应该得到 神的眷顾和保守 这些有问题的带领 也能马上被处理 这才是神的公义 而我看到的却是 我反映这些问题 这些有问题的带领 仍然占据高位 任意妄为 反而是自己 一再被遭到打压 还被划分到逼着 这时我对神的公义 就产生了怀疑 看到这道神的话 我才明白 原来神的实质就是公义 不管神做得 合不合人的观念 都是神公义性情的发表 阿们 就像约伯受试炼一样 约伯在神眼中是完全人 神把约伯交在撒旦手中 剥夺了他所有的财产和儿女 这是神的公义 阿们 是 约伯敬为神远离恶 他凭着信心 为神做出了刚强响亮的见证 神又祝福他 加倍地受属于财产 以及更好的儿女 这也是神的公义 是 假如说约伯为神做案见证 神不但不祝福他 反而把他灭了 这还是神的公义 是 因为神的实质与性情 原本就是公义 不管神咋做 都是公义的 是 再想想彼得 彼得在临到数百次的 十年熬炼中 仍然称颂赞美神的公义 虽然有些事情 他测不透 但他相信 这里面都有神的公义 和智慧在其中 是 反过来再看看 但自己 对神的公义 并没有真实的认识 而是根据事情的外表和结果 是否和自己的观念想象 来衡量神的公义 所以 当神做的和我观念 都有利的时候 我就相信神的公义 可当神摆设环境 都有没有利的时候 我对神的公义 就开始产生的怀疑 就认为 神摆设环境对我不公平 虽然说 我嘴上没说出一些 埋怨神的话 可这心里却一直在跟神讲你 就看到自己太没有理智了 其实不是神不公义 而是自己不认识神 是自己太自私 太诡诈了 不在神所摆设的环境里 去寻求真理学习功课 而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命运 利益得失计较考虑 所以说 只有怎能不落在黑暗中 痛苦难受呢 这时我才明白了神的心意 原来神就是要借着这样的环境 来扭转我错美的观点 使我不再凭着自己的观念想象 来认识神的公义 想到这儿 我心里亮堂了 我就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 愿意顺服神的摆布安排 在这个环境中去认识神 感谢神 之后我又看到神的话说 多数人对神的做工不认识 要认识这方面并不容易 首先必须知道 神的做工都是有计划的 都有神的时候 神在什么时候做什么 人永远也测不透 神在什么时候做什么工作 一点也不耽误 而且是谁也破坏不了的 他做工作的原则 是按照他的计划去做 也是按照他的意思去做 这是任何人都不可更改的 从中你当看见神的性情 神做的每一件事都很有必要 也都有着非凡的意义 因为他在人身上所做的 都涉及他的经营 涉及人类的蒙拯救 当然 神做在约伯身上的工作也不例外 尽管约伯是神眼中的完全正直的人 就是说 神无论怎么做 以什么方式做 以什么为代价 以什么为目标 他所做知识的宗旨是不变的 这个宗旨就是将神的话 神的要求 神对人的心意做到人里面 也就是将所有神所认为的正面事物 都按照神的步骤做到人里面 使人能明白神的心 明白了解神的实质 也使人能顺服神的主宰 安排 达到敬畏神 远离恶 这是神所做知识的一方面宗旨 另一方面 因此撒旦是神做工中的衬托物 效力品 所以 人常常被教于撒旦 神以这种方式 让人在撒旦的试探与攻击中 看见撒旦的邪恶 丑陋 卑鄙 从而恨恶撒旦 对反面事物有所认识 有所分辨 在这个过程中 让人逐步摆脱撒旦的控制 摆脱撒旦的控告 搅扰与攻击 直到人凭着神的话 凭着对神的认识 顺服 对神的信心与敬畏 完全胜过了撒旦的攻击 胜过了撒旦的控告 人就彻底从撒旦的泉下 得以被解救出来了 阿们 从神的话中就看到 神做事有神的原则 凡事都有神的时候 这里面 都有神的公义和智慧 是 可我却凭着观念想象认为 神的公义就是现实现报 恶人做坏事 就应该马上遭到神的惩罚 如果事情 正让我想象的那样 那神还怎么能 彻底显明各类人 又怎么能成全神选民场分辨 是啊 其实啊 神允许教会里 出现敌基督假代理 就是利用这些反面人物 来为我们的生命长大效力 促使我们 寻求真理长分辨的 当我们会根据真理原则 分辨敌基督假代理的时候 那时啊 也正是我们 明白真理 进入真理的时候 那个时候 敌基督假代理啊 就彻底下完理了 阿们 谢谢 虽然说 现在有些敌基督假代理 仍然在教会里占据地位一时 在外表上 在外表上 也能控制迷惑一些人 但是啊 神家仍然是基督掌权 真理掌权 敌基督假代理 并显明淘汰啊 是迟早的事 阿们 另外我也看到啊 敌基督的本性实质 特别阴险恶毒 没有丝毫人性 他们只注重自己的名利地位 丝毫不管神选民的死活 神一旦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啊 那谁就是他们的眼中钉 肉中刺 谁就会成为 被他们打击报复的对象 不把人置于死地啊 绝不罢休 是 他们的所作所行 就跟魔鬼撒旦一模一样 是的 所以说 敌基督一日不出 神选民一天就没有暗宁 就不能过上正常的教会生活 尽好本分 是 神允许这样的环境临到我 就是让我从 敌基督贾旦宁的身上啊 实际地看清楚 他们是怎么迷惑人 残害人的 认清他们的本性实质 对他们的携受谬论啊 有分辨 不再受他们的迷惑和控制 同时呢 也是让我吸取他们失败的教训 避免自己走错路 从中就看到啊 神就是在 实时积极地摆设环境 来拯救我 成劝我 是啊 正如神的话说 神就借着许多反面的事 许多消极的事来效力 还借着许多撒旦的作为 撒旦的控告 撒旦的搅扰迷惑 等各种表现 来让你看清 撒旦的丑恶嘴脸 以此来成劝你 对撒旦有分辨 达到恨恶撒旦 背叛撒旦 阿们 阿们 感谢神的开启带领 让我明白了 神的良苦用心 使我从黑暗中 走了出来 感谢神 2015年1月的时候 我就再次写了一封 检举严琢的信 随后 我又天天盼着 神家能早一点安排人 来调查了解他的情况 可这两个月过去了 我还是没有等到人 来调查了解情况 而是我们教会的带领 来我家多次询问我 他说 你是不是对神 或对神家有啥观念 当我听到他 这样的询问的时候 我就开始有些担忧了 我心想 不知道这封检举心 又会给自己 带来啥后果 现在自己 已经是被隔离的状态了 这要再有点啥事 那肯定就是被开除了 这时我就马上意识到 我这不是 又在对神的公义 产生怀疑了吗 是 我就赶紧来到神的面前 向神祷告 我说 神啊 我嘴上承认你是公义 相信神家是基督掌权 真理掌权 可在时间和事实的检验下 我才看到自己的信心 实在太小 对你的公义 还是没有真实的认识 现在啊 我愿意放下自己的利益 顺服你的摆布安排 求你带领我 能明白你的心意 过后我就看到一段神的话 我读一下 好 对每个有心知的 爱神的人来说 没有得不着的真理 没有站立不住的正义 你的一生该怎样度过 你该怎样爱神 以此来满足神的心意 这些都是你一生中最大的事 最主要 你得有这种心智 还要有这毅力 别做那没骨头的弱者 你得学会 经历有意义的人生 经历有意义的真理 别这样应付自己 不知不觉 一生消逝 你还会有这样的机会 来爱神吗 人死了以后再来爱神 这可能吗 你得有彼得一样的心智 有彼得一样的良心 得活着有意义 并玩弄自己 阿们 从神的话中就看到 神成全的是人 向往真理 向往真理 有爱神的心智 不管遭遇任何的苦难 措施和打击 都不退缩 都能为神 为真理而活 不向任何的撒旦势力低头 这样才能得着真理 被神成全 可在我身上 并不具备这样的心智和毅力 虽然我跟神 也祷告立过心智 要维护神家的工作 实行真理 可是当我一看到 邪恶势力出现的时候 我怕被打压 就成了缩头乌龟 就看到自己 对神的公义 还是没有真实的认识 临到事 考虑到还是个人的利益 这个时候 我就想到神的一句话说 神说 恶人必被惩罚 是啊 神的话既说必算 既算必成 既成必到永远 任何一个作恶 的人都会遭到 神公义的惩罚 不管时间有多长 这个过程是啥样 事情的结果 也必然会按照神的话 一点不差到一年 是 我就想 那我得放下 自己的观念想象 背叛自己 会扎到撒旦性情 相信神的话 相信神是公义的 不像任何的撒旦势力低头 是 当我认识到这个时候 我的心也渐渐安静了下来 也不再为自己担忧了 谢谢 到了2015年4月份的时候 我就陆续地收到了 李某和几个带领工业的来信 他们在信中也都谈到 一直以来都受到严卓的蒙蔽 对我造成了伤害 并且向我道了歉 其中李某也在信中澄清事实说 他说 定性我严重打擦神家工作的 不是上面带领说的 而是严卓说的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我写的两封检举信 都被严卓看到了 他为了保全自己 就准备材料想将我开除 但在这个时候 一些带领工人就发现他的问题了 然后他们就向神家 联名检举了严卓 感谢 当我看到这一封封信的时候 我常常的舒了一口气 扑倒在神面前也痛哭起来 就感觉到 自己心里就特别地亏欠神 因为想象自己信神 这么多年以来 一直都是 凭着自己的关键想象 来看待神的公义 临到事 就用自己的关键想象去套 这一旦套不上了 心里就开始误解神 埋怨神 但神却并没有纪念 我的软弱以败坏 还带领我 度过那段最痛苦难熬的日子 感谢神 通过这次的经历我才看到 神就是要借着这场 分辨检举贾带领的属灵征战 来扭转我错误的观点 让我对神的公义 有一个真实的认识 同时我也认识到 我凭着自己的观念想象 来看待神所做的一切 其实就是在亵渎神 定归神 是在触犯神的性情 是啊 即使这次的经历我才看到 神的实质就是公义 神说的每一句话 做的每一件事 不管合不合人的观念 都是神公义性情的发表和流露 是 那咱们读一段神的话 好 缺能神说 神的公义性情 是神自己真实的实质 它不是人塑造出来的 不是人编写出来的 它的公义性情 就是它的公义性情 与塑造之物 没有任何关系 也没有任何瓜葛 神自己就是神自己 它永远不会变成 塑造之物 即使它成为 塑造之物中的一员 它原有的性情 它的实质 也不会改变 所以 认识神 不是认识一个事物 不是解构一样东西 也不是了解一个人 人如果 以认识一个事物 或了解一个人的观点 或方式去认识神 那你永远都不可能达到认识神 认识神不能靠经验 也不能靠想象 所以 你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经验与想象 加添在神的身上 你的经验与想象 再丰富 也都是有限的 更何况 你的想象不符合事实 更不符合真理 与神真实的信情 与实质 是格格不入的 凭你的想象 你永远达不到认识神的实质 唯一的途径 就是接受从神来的一切 然后 去慢慢地体验 慢慢地认识 总有一天 依着你的配合 依着你对真理的饥渴慕依 神会开启 让你真正地了解神 认识神 阿们 感谢神啊 2015年5月 敌基督言拙 就因作恶多端 被教会开吐 他的同伙帮凶 也得到了处理 当我看到 这份开吐通告的时候 我从心底里真感受到 神真公义 神家就是真理掌权 基督掌权 阿们 感谢神 神太智慧了 是 是 是 我从心底里真好 这样子 是 给你一次 敌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